有请下一位经典传唱人 哇 欢迎两个可爱的小宝贝来到经典友流传 这样 先给咱们经典的观众打个招呼吧 樊慧与实现 言华丽兹成 大家好 我是喵喵周昭炎 今年七岁了 欢迎 古人学问无一例 射赏功夫老史成 大家好 我是王恒义 来自山东青岛 是一名一年级学生 今年七岁 哇 欢迎两位 你们俩是我们经典舞台上来过年纪最小的诗歌组合了 你们之前认识对方吗 我在电视上看过小姨的视频 我感觉她太厉害了 会背这么多古诗 我之前在手机上看视频 哇 火 它这真火呀 哎呀 这个真火呀 一搜它就有它的加州旅馆 今天你们两个来到了经典的舞台上面 准备传唱哪首经典诗词 潮代歌 好 那我们先请康老师来介绍一下潮代歌 中华文明五千年渊源流长 博大精深 但是这有一个问题 这么悠久的历史 这么多的潮代 怎么才能把它记住呢 所以今儿啊 给大家介绍一首歌 将这五千年的文明和众多的潮代 凝练在一首非常通俗易懂的歌词当中 这就是潮代歌的神奇之处 歌词只有六十个字 这不仅是一首朗朗上口的歌谣 更是一把打开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历史的一把金钥匙 咱们一边吟诵和歌唱着 三皇五帝史 姚顺宇相传 一代一代的人讲述着神农长百草 后裔舍日大鱼治水的先祖神话 咱们吟诵着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 唱谈春秋五霸 百家争鸣 秦汉一统天下的那些英雄故事 这些故事啊 代代相传 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血脉 谢谢 谢谢康老师的解读 太好了 讲得太好了 是不是 康老师讲得非常完整 非常完整了 让我们数以费钱 是不是 那好 既然今天是第一次在经典舞台上合作 你们有没有自己的一个名字呀 它是这个乐器担当和演唱担当 我就是理所当然的诗词担当和历史担当 我们的组合名字叫做周武正王两绝其美 一人担当两绝呢 够厉害的 那接下来的舞台交给你们好不好 好 好 那下面让我们开启王横溢和柳柳周昭妍的经典穿唱时刻 欢迎订阅 我是经典传唱人王和义 我是经典传唱人周昭妍 我们把朝代歌唱给您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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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高宗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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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